我们接着上一讲讲 宋元小说画本 现存的宋元小说画本 大概有四十种左右 除了个别的元代课本以外 绝大多数人 都是经过名人的修改和征定的 所以现在通过这些剧本 你从文字上 简单的从文字上去看 或者说 简单的从细节上去看 有的时候不容易把握 它作为宋元画本的一些特点 不太容易把握 但是从整体上去看 尤其是从这四十多种 相关的一些因素去看 比如说四十多种语里头 运用到一些特殊的语惠 特殊的一些货币 服饰 生活习惯 习惯 习惯等等细微的一些地方去看 可能还能辨析出一些 宋代画本 或者说元代画本的某种特色 所以现在咱们只是农儿统治说宋元小说画本 农儿统治说宋元小说画本的特点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因为都经过改变了 那么这些小说画本 那么这些小说画本 就是说宋元小说的情练婚姻故事 尤其是农儿统治说宋元小说画本里头的情练婚姻故事 不像其他的文学题材 比如说杂剧 比如说文元小说 他更多的是写一些文人的恋情故事 所以咱们要了解宋元时期平民百姓的恋情 婚姻等等的一些具体的状况 咱们恐怕要更多的阅读这种画本小说 他能给咱们提供一个其他的文学作品 其他的历史资料所没有展示的一个生动鲜明的一种世界 一种日常生活平民百姓的世界 那这就是咱们肯定的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描写日常生活的平民百姓的故事的同时 他更多的突出的刻画最鲜明的形象的 是下层妇女的这些形象 也就是在男女主人公这个故事 我还以为要男女主人公展开这种情练婚姻呢 在这个男女主人公这两个方面来看 更多的是刻画了女主人公的形象 更为鲜明 更为生动 更为精彩 这也是咱们值得注意的现象 这一点恰恰和原杂句的特点是接近的 在原杂句的情练婚姻故事当中 形象最鲜明的不是男主角的形象 而是吕主角的形象 那像冠青的作品 像白浦的作品 像郑光祖的作品都有这个特点 冠青写的赵胖儿的形象 季妮的形象 那谭继儿的形象 是个寡妇的形象 那么这个白浦的墙头码上写的比千金 虽然贵族小景 但在有市民的风范 郑光祖的张倩女的形象 也远远比男主人公王文局的形象要更鲜明 所以这是共同的特点 就是更多的刻画 更鲜明的刻画的女主人公形象 而在这些女主人公形象当中 也有一种共同的特点 性格特点 就是他那种泼辣 勇敢的那种性格 很泼辣 很勇敢 带有一种自主的性格特点 自主意识 这是宋元时期的一种时代精神 或者说时代风格 而这种时代精神 时代风格 恰恰是汲取了下层民间文化的精华才形成的 这也是咱们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换句话说 真正代表元代的女性形象的文化人格的 不是崔英英那种形象 西乡记者的崔英那种形象 而是郭安清笔下的赵叛儿 潘继儿 像这个白浦笔下的李千金等等 包括宋元画文小说的这种女性形象 这是代表了宋元时期 女性形象的时代精神 时代风格 那这是两点值得注意的特点 下面咱们就来介绍几部代表作品 第一部呢 是脸欲观音 脸欲观音这部作品里头的女主人公 叫巨秀秀 她是镖被铺的老板 巨公的女儿 就是一个商人的女儿 镖被铺就是专门给人家表画的 表画的 表了字画的 那么巨秀秀被铺安 贤安俊丸 买做养娘了 要买来做她的丫鬟 但是呢 他爱上了一个脸欲将 叫崔玲 所以崔玲这个形象 也是一个普通市民的形象 脸欲将 就是打磨欲气的那个工匠 所以巨秀秀和崔玲 就趁着王府失火的时候 两个人双双逃走了 私奔了 逃到了潭州安家立业 后来刚好碰上了 咸安郡王府的郭排军告密 结果郡王把巨秀就抓起来 除死了 但是死了以后 巨秀秀的鬼魂 人还要和崔玲在健康府同居 这是生死死期 那生死死期 并且呢 严惩了高密的这个郭排军 所以整个这个作品 展开了一种生死死期的故事 而生生死死的 这种追求的主动者 是巨秀秀 崔玲的胆子还是小 但是巨秀秀不断地鼓励她 不断怂恿她 不断地帮助她 帮助她 那么追求自己的幸福爱情 所以整个作品都写这种 生死不渝的爱情追求 是巨秀秀的形象 非常鲜明 同样也有这种 生死不渝的追求的 是 《烙烦楼多情周胜仙》里头 这个周胜仙的形象 周胜仙的形象 周胜仙出生于一个 比较有钱一点的 小财族的家庭呢 那么他在金铭持半 碰上了一个青年人 叫放二郎 但放二郎 社会地位太低 是穷人家的孩子 所以周胜仙的父亲 贤贫爱父 不愿意自己的女儿 嫁给放二郎 不准他们结婚 但是周胜仙呢 不仅没有屈服 而且主动地去追求这种爱情 主动地追求爱情 他曾经死过两次 死了以后 做了鬼了 还要和放二郎相会 最后通过五道将军的帮助 把放二郎救出监狱来 来帮助放二郎 所以叫烙烦龙 多情周胜仙 这种故事都是一种很离奇的故事 这种离奇的故事里头讲到 生生死死的追求是现实生活当中 不可能出现的 但是不可能出现的 不等于说就不应该出现 所以这种表现是老百姓的一种希望 一种理想 一种追求 希望理想 追求 这种婚姻 这种爱情 得以实现 这是写得非常生动的 还有一部作品 是快嘴李翠莲记 那么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作品 中国古代对女性是非常苛刻的 有所谓七处 这样的一种严厉的法律 七处的执行相对是比较法律的 MF相对是比较严格 七处法律的执行 至少从危机南北朝以后 尤其在唐代以后 七处的法律执行是非常严格的 在七处里头说明了 女子犯上的七条罪赚以后 都可以被离弃 都可以离婚 都可以主动由南方提出离婚 比如说她不孝顺公共婆婆 那可以离婚 她不生孩子可以离婚 等等她和丈夫吵架可以离婚 那么都是对女子极不公平的 一种法律 体现出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这种倾向 而这个快嘴李翠莲记 架架写了一个李翠莲这么一个人物 架给一个姓张的 作为妻子以后 她心直口快 能说会道 能说会道 写了她这种性格 那么正是因为她心直口快 能说会道 绝对在家庭当中不逆来顺受 反而训斥 那个不道德的丈夫 顶撞无礼的公公和婆婆 最后 被公公婆婆 下命令 让丈夫修了她 把她修气回家了 修气回家以后 回到了家里头 她的父母亲 她的哥哥嫂子又不愿意接纳她 还痛斥她 最后她迫不得已 只好出家当了秘工 来这么一个形象 但在整个这个作品中 虽然李翠莲遭遇着种种不公平的待遇 反复在表面上受到了谴责 但是 整个作品当中 洋溢着是对李翠莲这种形象 一种歌颂 一种赞扬 一种肯定 写得非常憨灿淋漓 把李翠莲形象刻画的 那种刚烈 破坏形象刻画的非常深度 所以这就是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好像 李翠莲 正是因为心直口快 得罪了公务婆婆 得罪了丈夫 那么回家以后 又得罪了父母亲兄 哥哥嫂子 所以最后出家了 她是一个悲剧的命运 但是另外有一个声音 通过李翠莲的展示 通过故事的展开 李翠莲本身没有任何错误 但是受到了种种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她的这种悲剧 恰恰歌颂了李翠莲这种性格 敢于看争的这种性格 不愿屈服的这种性格 反而歌颂她 所以阅读这种作品 我刚才讲到的 应该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你要理解 两种不同的声音里头 所存在的独特的含义 那么这是一类作品 就是写的婚恋的作品 第二类作品呢 是公案类的作品 画本小说里头 这种公案类的作品 同样是一个特点 就是写的是 平民百姓所蒙受的冤案 平民百姓之所以会蒙受冤案 是因为官场的黑暗 事风的堕落 所以最后总要由清官 来为平民百姓 平反昭雪 这是这种作品的一个主旨 也就是说平民百姓 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现实生活当中 遭遇了不公平的代言 往往是没有出路的 得不到平反昭雪的 但是在这种文学作品当中 给了他们一种公道 给了他们一种公平 那这是文学作品的特点 其中一部代表作叫 《错长崔玲》 写崔玲和陈二姐 因为被误卷露了十五贯钱 而引起了一个谋杀案当中去了 两个人都没有谋杀人 但是两个人卷进了这个谋杀案 在昏官的言行拷打之下 被迫遭公判处死刑 所以作品批判了这个官府的 草菅人命的这种做法 里头有几段话这么说 说做官妾不可 率义断育 任情用刑 也要求公平民允 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 断者不可复恤 可生贪灾 人死人是活不来的 所以官府掌握着 生煞语多的大权 一定要谨慎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泛 因为十五贯的故事 后来清初的时候 一个戏剧家叫朱树成 改编成了双雄梦 也叫十五贯 那么在昏曲里头到五十年代 还改变出著著名的昏曲十五贯 当然这个著名的昏曲十五贯 进行了大量的 双雄梦里头就进行了大量改编了 这个冤案之后得到了平反 昭雪也因为清官的出现 得到了平反昭雪 这是一个作品 还有一个作品叫简贴和尚 简贴和尚里头写 这个简贴和尚就是红和尚 红和尚 诗迹欺骗了黄甫松 那么黄甫松误会了自己的妻子 杨氏跟别人通奸 所以就把杨氏给修弃了 而红和尚趁机占有了杨氏 那么他一次在酒罪过程当中 无意中吐露出了酒后吐真言 无意中吐露出了真情 所以杨氏就去告状了 杨氏就告状了 所以开封府的钱大营 通过工农的手段判明了这个案件 是红和尚得以正法 那么黄甫松的夫妻 最后就得以团圆了 所以在这个作品里头 也是写了普普通通的人 被红和尚的欺骗诈取的手段 上了当受了骗蒙了冤了 最后得以昭雪 也是写这样一种故事 还有一个写狭义的故事呢 是宋四公大闹进魂章 在宋四公里头就塑造了一批强盗的形象 把强盗的形象塑造成正面的形象 这也是少有的 这就有点像石油传的故事 他在画本小说里头 这是很著名的一篇 写着宋四公赵正侯心王秀一批的强盗 他们非常机智大胆 劫负负负贫 劫负负负贫 专门和光复作对 为穷人伸张正义 结果闹得整个的精神惶惶不安的 而他们这种做法 恰恰寄托了百姓的愿望 所以这是这一类作品的特点 都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 为百姓说话 体现出一种民间的智慧 民间的法庭 民间的审判 这是值得肯定的 从总体上来看 宋元的这些画本小说作品 都是用通俗生动的语言 来叙述故事 所以标志着我国古代 白话文体的正式出现 也开创了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拿这些宋元的画本小说和六朝以来传奇小说文言小说来做对比 咱们可以看出这些小说具有更鲜明的通俗化 民间化的特点 而且在故事的结构上更注重情节的曲折动人 在人物的刻画上更讲究一些细节的真实和心理的描写 这些都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艺术经验 好 咱们先讲 接下来咱们要讲第九章宋元画本的第三节 宋元讲史画本和说经画本 先讲宋元的讲史画本 讲史画本通称平画 所谓平画 它的含义是指用平常的口语来讲述故事 所以叫平画 用平常口语讲述 也就是说它是观说不畅的这种作品 那么在这些作品中和小说画本一样 也穿插了一些运文比如诗词等等 这些诗词在说话艺人呢 它主要用一种念诵的方式 而不是用歌唱的方式来展示的 当然这个平画和小说还是不同 一般的来讲平画的篇幅比较长 它是讲述历史故事的 所以平画的讲述一般一天讲不完 一天讲不完 往往是分好几天 分好几场次 一点一点的外下讲述的故事 而小说画本 往往是叫请客提破 当时就讲完了 讲史平画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 罗页在《罪温唐诺》里头说 说征战有刘相争雄 刘相争雄 这是西汉初联 楚汉春秋那个故事 刘邦和项鱼争雄 和项鱼争雄 《论姬谋》有孙庞斗志 孙庞斗志是先请的故事 新画说张寒刘悦 这是新的话 所以新画就是当代的故事 当代的故事 讲张俊杭齐等等 岳飞等等这些看经的将领 史书讲敬送其良 敬送其良的史书 这是讲六朝的史书 还有三国志诸葛亮雄才 三国志的故事当时是一大家 收西夏说狄青大略 狄家将的故事狄青的故事 这也是很著名的故事 所以这些狄家将的故事 狄青的故事是北宋初年的故事 所以这些都是说话的 讲史平画的内容 也就是讲史平画内容 从先秦一直延续到了北宋时期 甚至南宋的故事 最新的故事叫新画 最新的故事都讲了 所以平画大概就是根据这些史书 或者历史的记载作为蓝本来加以演说的故事 所以这些故事受正史的正统观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也就是在历史观念上 平画故事没有很大的突破 但是对历史的阐释 对历史的解说 它有突破 在这个特点上 在这个特点上 吴字幕在孟良录里头说呢 平画的故事呢 是大底真假相伴 这也可以体现它一个特点 就是虽然以史书为蓝本 或者说 以历史记载为蓝本 但是真假相伴 你头真的一半 假的一半 实际上假的要比真的多 那叫三分真实 七分趋构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可能一些故事 一些人物是真实的 但是故事的展开 人物的性格形象等等 它完全是趋构的了 那是这些特点 当然从现在存下来的 这些宋元讲史的平画来看呢 大部分结构比较散乱 人物的性格也不是非常鲜明的 故事情节前后不太连贯 语言又是文白架杂的 在这方面 它的艺术成就不如小说画本 那不如小说画本 这一头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现存的宋元讲史画本 有元代的课本 或者明代初年的一些课本 都比较真实的保存呢 说画人的底本 或者说根据说画人的故事 记录的那些故事 跟盖保存的那种原貌的样子 更古朴的原貌 所以咱们要了解 说画艺术的古朴的原貌 讲史画本 平画比小说画本 要更有价值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咱们也可以看到 小说画本是经过修改的了 经过真实加工的了 所以显得更生动 更精彩 更细致 而讲史画本 没有这些加工 整理 修改的工作 没有经过修润 所以它更粗糙 更粗糙 是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各有各的特点 那么从现成的本子来看呢 宋代讲史家的画本 现在存下的很少很少 有一种叫梁公九鉴 写的是唐代狄仁杰的故事 狄仁杰有九次 劝阻武则天 传过语 武三思 武则天要把皇帝位 传给他的这个这个侄子了 这个狄仁杰进去反对 所以这样的话 那就已经是改朝万代 那不是唐朝了 所以这个梁公九鉴 收在诗里去从书里的文字 非常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还有一部稍微详细一点的 是新编五代史平画 新编五代史平画 现存的版本 有的人认为是宋课本 因为宋代就流传的这种 新编五代史平画的故事 这是有记载的 但是从现在的来看 本子来看 它并不能完全的 避宋朝皇帝的会 所以看来不是宋课本 不是宋代的课本 有的人考证书中的地名 是用一些经朝的地名 所以有的人认为是经代人写的 那么从现有的史料 北宋的时候有讲五代史的艺人 经国的时候也有讲五代史的艺人 所以从现在可以看来 五代史平画从北宋传到了经代 是在北方流传的一种 这个平画故事 北方流传的故事 五代史平画的大部分的文字 都是从资质通建里头抄下来的 加上一些增修改 那么讲的是五代 就是梁 唐 晋 汉 周 这么五代的历史故事 那晚唐五代 五代史果 晚唐五代的故事 那么从皇朝出世开始写起 写了梁唐 晋 汉 周 五代的新王故事 这些故事有些有历史记载 或者有片段的 简洁的历史记载 但是大部分都是民间的虚构 民间的传说 比如说写皇朝 环朝起义这是有历史记载 但是写皇朝早年的经历 把皇朝塑造成一个像仙人一样 有着特殊的禀赋的 有着奇门遁甲的武功的 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人 这就有神意和传奇色彩 这是历史没有记载的 在历史上记载了皇朝的脸蛋 可以胡子太长 个子太矮 所以考进士都没考上 但是在这个五代史评换 把皇朝就完全塑造成一个 那个揪揪武夫的那种样子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作品中的有很多记载 带有很浓厚的民间的色彩 比如说五代的晋史评换 写石敬堂 就晋朝的后来开过皇帝了 他早年和他的哥哥吵架 兄弟争吵 那现在的哥哥吵 那么他的哥哥被晋堂 挥起手内铁边一打 将当门两尺一起打落了 把他萌芽都给打掉了 他都有民间的传说色彩 所以正是因为打落的 他哥哥的萌芽 他石敬堂就不敢在家里住下 怕他爸爸打他 骂他 所以他就流荡了 到处浪荡出走了 所以最后成为一个开过的皇帝了 那写他那种非常蛮横的性格 写得非常精彩的 同时像金人时期广泛流传的 刘之源的故事 就是所谓建立了汉 汉朝的 汉完朝的 是吧 那么后汉的 后汉完朝的 还有呢 像这个李纯孝的故事 等等 在五代史平化里头 也都有了一些很简略的梗概 而这些梗概的记载都是史书没有的 是民间的传说故事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 五代史平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在史传记载的基础上 资质通鉴的 是历史故事的记载的基础上 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加工 艺术虚构 融进了浓厚的民间色彩 这是他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就因为他是超入 他的文字大部分是超入资质通鉴的 所以文言的成分非常浓厚 资质通鉴是文言写作的 但是里头还夹杂着一部分 说话人特殊的用语 所以是文摆相间 但是主要的叙述的笔墨是文言 而这种文言和说话人的用语两者 是不能兼容的 在这一点上咱们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本子作为说书人的底本的特点 他把史书抄下来了 加上一些穿插故事 衔接故事的说话人的特殊的用语 这样作为一个底本 但实际在讲述的时候 这些史书抄下来的东西 是作为一个画饼 作为一个被万路 因为具体的人名地名 事件等等作为一个被万路 但是具体的讲述完全是另外一套语言 另外一套通俗的语言 所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本子恰恰是 讲史家 大略地加以编转 而没有经过认真的修饰的 这样一个文本 大概是这样一种文本 这是一方面的推测 同样根据这个文本 也可以有第二个方面推测 也有可能是听说书的人 把这个说书人的故事大略地记载下来 但是因为记载的不准确 他有史书 他有知识通鉴 所以他把知识通鉴 相关的段落大量的抄进去了 加上他记录下来一些说书人的话 两个给他拼凑在一起 大略地成书了 就交给书方去看课成为书人 也有可能是这种 这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稍微大一点 因为这两种推测 因为通过现在很粗略这个文字 大量的文字抄来的 那么个别的文字呢 是前后衔接的 具体怎么展示一个故事 怎么展示人物那种生动的形象 人物的对话 人物的动作等等 这人看不到 但是实际在讲说说 肯定是要讲的 大家知道讲故事 你不能不讲这些故事 念那个文言文是不通的 但是是不生动的 但是看不到那些东西 所以如果是当场记录的话 他可能会再多记录一些 那些像细节描写 但是没有 那些细节描写写的很少 大概是一个很粗略的 故事的梗概的东西 所以这种容额 大概跟这个讲史家 本身的一个说话的提纲 有点类似 更接近这种提纲 那么这个是 从目前的情况来说 这个本子五代史平化 是从北宋传到经 形成的这么一个平化 从现有的本子文本来看 可能还是经代坎坷的一个东西 不是北宋坷坷的 这是讲的宋经的时候的 讲史画本 那么元代的讲史画本呢 现在存下的比较多 有八种 宣和仪式 薛仁贵争聊事略 三分事略 三国志平化 五王伐咒书 月异图齐 七国春秋后集 秦并六国平化 和前汉书平化续集 现在存下的这八种 下面咱们简单地做一点介绍 第一种宣和仪式 宣和仪式现存的呢 有两种不同的系统 一种是两卷本 一种是四卷本 看来各有来历 但是按目前的这两种 不同的版本的对比 咱们认为是二卷本的 更接近于原貌 那么看一看 这个书到底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他以说书人的口吻来讲述故事 而这个说书人的身份 是宋朝人 是南宋人的口吻来讲述故事 但是在讲述的过程当中 里头又夹杂着一些 原人特有的语会 原代人特有的 比如说称南方的读书人 叫南儒 南方的读书人 如果是南宋人自己讲 他不会讲南儒 那正是原代人才专门称南儒 又比如说 对南宋的皇帝的名字 在称呼的时候 也没有用避讳的方式 那么肯定最后形成的这个文本 不是宋代的 是原代的 但是从流传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口吻是用宋人的口吻 加以叙述的 所以恐怕也有一个流传的过程 就在南宋长期流传 然后到原月南宋以后 修订成了现在看到的这个本子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部书里头的故事 从完安时变法开始讲起 也就是说从北宋神宗年间开始讲起 一直讲到了金兵灭北宋 也就到了南宋初年 大概讲的是这么一个历史时段的故事 宣和仪式 以宋徽宗宣和年间为主 往前讲到了宋神宗的故事 万安时变法 往后讲到了宋清宗宋徽宗 被抓到北方去了 最后被金兵给抓走了 那么北宋灭亡了 南宋建立了等等这样的故事 大概在这段故事 展开这么一个过程 称为宣和仪式 之所以称为宣和仪式 他的目标 他的整个主旨是非常鲜明的 就是以这段故事来讲述 北宋王朝灭亡的原因 总结北宋王朝灭亡的原因 总结这种历史新亡 那么特别表达了 对帝王的荒淫 误国的这种谴责 和老百姓抗金爱国的这种情感 特别讲这种情感 所以他要从王安时变法开始讲起 讲北宋最后会衰败 跟王安时变法有关系 这是很多人当时南宋以来 很多人那种看法 那么讲到宋徽宗的 荒淫腐败 结果呢正式大乱 正式大乱 那么讲到了这个宋徽宗 清姓李诗诗 就是妓女了 金兵灭了北宋 这个过程都写得非常深度 而这部作品最值得咱们重视的 是里头讲到了 宋江三十六人 梁三伯巨翼的故事 这最值得咱们重视 虽然文字不多比较简略 但是它却基本上包括了 随武传小说的一个轮廓 一个圆形 三十六人横行山东一带 那么他们的一些奇异故事 这是第一次能够看到的 有关宋江故事的这个圆形 这是特别值得咱们注意的 而这个故事里头展开了 宋江三十六人里头的一些人名 地名故事等等 和园杂军里头讲到的随武故事 随武戏和随武传小说里头讲到故事 不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 可以看出宋江故事在民间流传的时候 有不同的说法 有不同的展开过程 所以有人根据这个来认为 这个宋江仪式是宋江故事 在南方的一个展开的流传过程 而水浒戏 圆杂军头水浒戏 是在北方的一个展开流行过程 而到了水浒传 是把这南北两方面的故事 揉在一起的形成了一个水浒传 这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说宋江仪式在这方面 有它独特的价值 而且宋江仪式 整个书也是用白话和文言拼凑而成的 那么其中的文言部分 大部分是从宋人的文献资料 包括史书笔记当中超入下来的 都会一一地找出它的出处 而其中的白话部分呢 更多的是民间故事的记载 所以把两者凑在一起的 可以看出一种拼凑的痕迹 拼凑的痕迹 那么这种拼凑的痕迹 还是刚才那个意思 究竟是讲史的讲史家讲史艺人 自己写的那个说故事的底本呢 还是听讲史的人操入成的呢 恐怕前者因素更重 他把历史的一些故事操入下来 把自己要讲的一些民间的故事呢 也要摘录一些下来 那么拼凑成了这么一种本子 那么后人根据这个本子稍微整理一下就出版了 大概这么一种情况 这是一部 第二部是薛仁贵真疗事略 薛仁贵真疗事略整个书已经失传了 现在只保存了有了大典里头保存了一小部分 那么后人就根据这一小部分呢 把他给急叫出来了 这是讲薛仁贵的故事 薛仁贵的故事在民间的流传是非常广泛的 但在正史里头记载却非常简略 却非常简略 而这个故事 在民间的流传突出的表现出生于底层的薛仁贵 虽然累建藏工 但是呢 却受到钱贵张世贵等人的这个欺压压制 最后终于能够得到声渊平凡 获得唐太宗的重用 这是这么一个过程 整个的文字是相当古朴的 也是相当简略的 故事很紧张 那么拿这个故事和元札剧里头的薛仁贵故事相比较呢 二者的相同相类似的地方很多 可以看出这个故事流传的一个面貌 第三个值得重视的是三国之平画 应该说 现存的这部三国之平画 是宋元画本里头的经典之作 这个经典之作并不是因为它的文字特别好 它的文字也还是很简单 文字还是很简单 但是却是它整个的框架非常完整 内容非常丰富 在宋元的民间 长期以来从北宋以来 就一直流传着一种说三分这么一个流派 这么一个说书的流派 说话的流派 这个说话的流派里头以说三分故事 三国故事为主 形成了一个传统 而这个说三分的故事 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 那么这个丰富的内容经过简略的记载 就成为了三国之平画 大概是这么一个特别 整个平画包括六十九节 实际上就六十九个故事了 那么叙事是从汉官武 刘秀 就是东汉的官武帝刘秀 那个时候开始说起 做一个影子 实际上故事的主体 是从刘备 关羽 张飞 桃园三街义 开始写起 到诸葛亮 秋分五丈园 这是一个故事的主体 那么秋分五丈园以后的故事 就相当简单 所以从这可以看出 他说三分的主旨 实际上说的是 刘备这一方的故事 是为主的 那是为主的 那么这个故事 拿来和现在的 流传下来的一些 三国故事 比如说元代的三国记 三国的杂句 那么明代堪克的 三国制通俗演绎 拿来做对比 咱们可以发现 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就是带有浓厚的 民间传说色彩 非常浓厚的 比如说 写这个诸葛亮 说是出生于农民的家庭 写这个刘备 一旦打败仗了以后 就到太行商落草为寇 那么到太行商落草为寇以后 汉县地展石藏寺 把这个石藏寺的头颅 拿去昭安 昭刘备回来做官等等 这是老百姓的一个想象 历史上没有任何的记载 老百姓根据 陆林好汉的故事 来讲编造的 所以这些编造的故事 包含着老百姓 一些很朴素的愿望 很丰富的想象 那很丰富的想象 那么有一些故事 是和元代的三国杂具 是类似的 比如说 你头写的张飞的故事 写的刘备在黄鹤楼逃走的故事 写的貂蝉的故事 在史书上没有记载 但在元杂具里头却有 有这个貂蝉 貂蝉故事后来变成三国里头 很著名的一段故事 那貂蝉周玄于 董卓和吕布之间 史反见静 最后得以斩董卓 而这些故事都是 民间流传的非常生动的故事 但是史书上没有记载 而三国之品化都采纳了这些故事 作品当中 最先动 最先明 最形象 最生动的有两个形象 一个是张飞的形象 一个是诸葛亮的形象 张飞的形象 塑造成一种非常勇敢 直爽 而且豪放不羁 这样一种形象 这是跟史书上记载张飞形象 不完全一样的 而诸葛亮的形象 也有了独特特点 按照史书上的记载 诸葛亮是常于做宰相 不常于做军师的 也就是说他常于文质 不常于武略的这么一个形象 而到了三国之品化里头 就把它反过来了 专门塑造了诸葛亮 成为一个智多星 成为一个充满着智慧的军师的形象 这是从三国之原因里头写的 写他料事如神 老谋生算 屡促骑兵 那屡促骑兵 写他这样的一个形象 当然从整体上看起来 这个本子是一个提纲式的简本 上半截是图 下半截是文字 图的两边有两句话 实际上是一个标题 那么下半截的文字 就是展示这张图和这两句话 一个展开的故事 一个很简单的展开故事 所以提纲式的 语言非常非常的简洁普捉 而且很多地方语气是不连贯的 像片段的东西 故事也有很多地方是不完整的 衔接不上的 衔接不上 所以是一个提纲式的故事 这也更能体现画本 作为书人那种底本的 那么一种特别 从这个书上也可以体现出这个特别 说书人底本 它是一种提纲式 便于它展开故事的一个依据 所以三国志平化 这部书 是三国故事演变过程当中 重要的一个环节 或者说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从这部书咱们可以看出 三国志通书演绎最后成书 它的来历是什么 来龙去脉 它的来历是什么 它的原型是什么样子 也可以看出 从三国志平化 到三国志通书演绎 经过了文人大量加工以后 怎么样淡化了其中的民间色彩 而强化了文人色彩 这个过程 也能够看到这种过程 就作为民间叙事的审美特征 三国志平化 具有独特的价值 那么现代人呢 把这个三国志平化 和五王法咒书 乐意图其七国春秋后集 秦宾六国平化 前汉书平化续集 合称为全项平化五种 所谓全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插图本 插图本 插图本 就上面是画 下面是上面大概一本书的版本 分上下两节 上面大概三分之一 下面三分之二 上蓝这个三分之一是图像 下蓝三分之二是文字 所以叫全项平化 而且自始至终 都是这种全项的平化 那都是这种图像和文字 同时出现这种的真 那么全项平化五种 原来是各自独立的讲手画本 那个版本都不一样的 到了元代支支连间 把它们合并在一起 编辑成一个系列性的重书了 那么这部书原来 藏于日本东京的那个文库 那后来呢 经过影印发行 有了现代的版本可以看到的 可以看到现在的版本 这是全项三国之平化 那么三国之平化的 另外一个版本呢 就是所谓三分之略 三分之略比三国之平化少 三国之平化有69节 三分之四略的只有63节 但这两部书大致一样 大致一样也可以看出 这部书在民间流传的情况 那么下面咱们把全项平化的 其他几部呢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部呢是五王法咒书 五王法咒书就是后来的 列国志传 分神演义等等小说 所依据的版本 里头包括 咒王和打几的故事 八霸诸侯会梦经的故事等等 这些欢荡不惊的故事呢 就神话带着神话色彩故事 在五王法咒书里头都出现了 第二部呢是月异图旗 七国春秋后继 从这部书这个七国春秋后继 咱们可以推测 当时肯定还流传一部 叫七国春秋前继的故事 但现在没有传下来的 这部书同样有一些神怪的色彩 和正史的区别相当大 还有一部呢 是秦并六国平化 秦国兼并六国 形成统一的王朝 这个倒是基本上 跟史书大致相似 而且在这部书还有一个特点 就其中大量的引用呢 诗复藏词 就运文的成分比较重 第四部呢 就是前汉书平化续集 图案这个前汉书平化续集 咱们也可以推测 它有前汉书平化的初集 这部是续集 这部是续集 所以这部是从刘邦大沙工程开始写起 所以前汉书平化的前集 或者是初集的 那肯定在大沙工程之前 刘邦建国 或者刘相征权 征禄 逐禄天下 那段故事 大概是在前集的故事 而这集的故事里头 大量的也还是有虚构的东西 所以这四种平化 的突出特点 就是神怪的色彩非常浓厚 民间故事的色彩非常浓厚 但是基本的历史观 还是正统的历史观 而且尤其是用正义 非正义 有道无道 这样的一种观念 来区分 双方的 对立双方的阵营 来肯定正义的一方 道义的一方 最终取得胜利 来表现平民的一种爱政 是吧 和选择 那么在艺术上都是非常平实 普通的 前头讲的这个是 讲史的画本 最后咱们简单说一下 说经的画本 宋元说经的画本 现在存下的呢 有两种 就是西游记的故事 一种是大唐三藏取经诗画 大唐三藏取经诗画 它的写作连带 最晚在北宋 很可能还早一点 现在分成三卷 一共17段故事 在大唐三藏取经诗画当中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就是它第一次 让侯行者这么一个形象 成为取经故事的主角 原来取经故事是唐三藏 那唐三藏取经 本来他应该是主角 但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画里头 主角变成了侯行者 这么一个形象 那这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 就在这个故事当中 已经参进了大量的传说故事 神话故事 这些传说故事 神话故事 有的有佛教的色彩 有的没有 有的甚至有道教的色彩 有的是民间传说的色彩 都融进这个故事当中 来写这个三藏取经 已经一路上所经过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国动 和各种的霞魔降妖的故事 所以这是这部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那么从大唐三藏取经诗画流传以后 到了元代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画本 叫做《西游记平画》 它也叫平画 实际上是说经的故事 《西游记平画》这个书 整部书已经失传了 大概现在存下的那些片段的故事 比如说在朝鲜人编的 《嫖通式艳解》当中 多处的引用了西游记的平画 而这部书 《嫖通式艳解》 大概编写在 元代的治政六年 就是1346年 到元代灭亡 就是1368年之间 所以从这可以推测 《西游记平画》这个故事 成书 最晚是在治政六年之前 就1346年之前 已经有这个书 所以传到了朝鲜 这个是一个 那么还有呢 在永乐大典的《孟字条》里头 也选了一段《孟长》 金和荣的这个文字 也是出自于西游记平画的 那么从这些片段的西游记平画 《嫖通式艳解》里头 引用了很多片段 来解释一些常用的 这个民间的语言 民间的俗语 艳语等等 用西游记平画来解释 那么这些故事看起来 大概已经具备了 《西游记》故事的一个大致的轮廓 在这个大致的轮廓里头 已经包括 一师三徒 就唐僧带着 逐八戒 那个孙悟空 逐八戒 沙和尚 经过了九九八十一难 这多次的灾难 最后取经成功 大概这么一个故事 已经基本上形成了 这么一个过程 而且从文字 他的介绍的文字来说 应该也是属于那种白话题的 夹杂了一些文言的白话题 其中也夹杂了一些运文的 这样一种文体的故事 当然很可惜 这个评话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 所以咱们没有办法 很准确地了解到 像西游记 现在存下西游记小说 和元代流传的西游记评话 到底两者差异有多大 现在没有很好的文本可以对付 但是整体的故事 可以看出是相互传承的 一个故事流变的过程 前头咱们就是把元代的文学 做了一个总体的介绍 分一个总的序论 和九章的内容 对元代文学史做了一个总体的介绍 学习了元代文学史以后 咱们应该可以看出有三个基本的特点 就在文学史的发展上 元代文学它有三个最基本的特点 是值得重视的 第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呢 就在元代文学史当中 这种通俗文学 通俗文艺 已经处在一个重要的地位 当时虽然不受重视 但是从现在存下的文学作品 和后人对元代的文学的整体的评价 咱们可以看出来 虽然在元代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传统的诗 词文 这些传统的文学样式 但是真正取得的最高的文学成就 艺术成就 真正的 使元代的文学史 整体面貌不同于以前的时代的 真正使元代文学 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 审美价值的 是这些通俗的文艺作品 所以这是重视 这是重视的第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 它标志着中国文学 从雅的文学 向俗的文学转化的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是从元代文学开始出现的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咱们可以看出来 元代的整体文学 不管是雅文学 还是俗文学 它们共同的都有一个突出的特征 就是更多的表现出一种 普质的 自然的这种时代的风格 这是值得注意的 也就是说 中国古代的审美思潮的演变 从雅到俗 从修饰 雕作到自然普制 其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是在元代 在元代 人们从元代文学发展 发生发展了以后 人们已经得到一个普遍的认识 就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 真正具有不朽的生命的文学 恰恰是这种自然 普制的风格 所以整个审美思潮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是值得重视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值得重视的特点 就是元代文学 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一种文学体制 这种多民族融合 给元代文学的思想内容 和艺术成就 都造成了种种的特点 所以可以看出这种民族 大融合文化的碰撞交流等等 对文学所起的重要的作用 和对文学的发展 所起的重要的作用 所以这三点应该说 是咱们把握元代文学史的 基本特征的一个三把钥匙 通过这三把钥匙 咱们就可以看出元代文学 实在它所谓具有的 实实在在的那些价值 魅力在什么地方 这是咱们讲元代文学史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咱们的课就讲到这